大家好,我是Philip 很久沒做過打卡碟成績電器 這次去打卡碟基本上是難找過上次泰國寺 這次我去那邊去了粉嶺和牛山舊軍營 以及去引毒廟那邊 怎樣說來這邊呢 我是去一份火車站 然後在小巴仲站那邊坐52號 我在中途布格仔站的路下車 然後沿著那條路一直走進去 去找一個叫布格仔公廁那邊 兜進去就是了 來到這裡之後就要轉這一邊 沒錯,就是這個公廁 接著就沿著公廁的左邊這個位置 這條路直上 前面那邊會看到一條紅絲帶 從這個位置 從這裡走進去 從這個鐵線網捲進去 等一下 我背了很大的背包 我要放下才可以捲進去 進來了 如果你要立即上去引毒廟的話 就沿著右邊那邊上 左邊這裏就是以前的 荒棄的狗房 這裏就是以前的 警犬犬的狗房 讓它看一看 我真的拿來 晚上來拍恐怖片也好 再看看前面還有沒有其他東西看 沒有了 這裡全部都是 舊的狗房來的 好,我就不特別浪費時間在這裏了 我直接上去 印度廟那邊 左手邊,記住了 進了鐵線網 左手邊就去 舊的狗房 右手邊沿小路上的話 就是上去 印度廟那邊 這裏真的 有點窄 是不是真的在這邊 為甚麼我看別人的片 那麼容易走上去 我就要 好像這麼辛苦 等等 要慢慢上去 然後這裏 這裏上去 最好就是兩隻手 騰空出來 另一邊手就拉住 右手邊有鐵絲網走 這樣便會安全一點 總之大家要上去的 進來 原鐵絲網 那邊的條路 直走 去到這個位 看到前面 有個紅絲打 就轉左邊 看這邊上 但是 真的有點難度 這裏很斜 等一下 我要慢慢來 拉著繩子 一定要拉著繩子上 如果不是的話 我覺得也挺危險 然後 跨一下 跨一下 然後這邊 看到紅絲帶 應該是我走一步的 但真的要小心點 這裏也有條紅絲帶 應該就沒錯了 等下旁邊有條路 先看一看 拉著東西走 這裏? 對 終於找到了 這條路有點難走 走一條路 這裏就是以前 舊的軍營 但是上來這裏 最重要是甚麼呢 即是戴相機 那裏是戴上機 下山前 還要帶水 最重要是帶蚊 怕水 因為這裏 相當之多 應該就是以前的辦公室 廁所 那些地方 進來看看 這裏 這裏是廁所 這裏 這裏 應該是有些 洗澡房的地方 這裏有條梯還可以上去上面 但是 不了 再次有意外 上面就不上了 這裏看一看 這裏有條打的 很怕我自己走錯路 這裏我也是第一次走這裏 剛才原來一直走 是會走到 第二個軍營那裏 那盲點角度來 都 看一看 咦 這裏 這裏就真的是他們的辦公室 看看 這裏有8機 幸好現在 是下午的12點多 還有 今天烈日當空 如果不是就是下下 終於走到76這邊的軍營 印度廟 應該是在 這裏方向 但是問題 我剛才出現了 前面 有一棵樹壓爛了 這個位置 壓爛了這條路 但是 正確的位置應該在那裏 我應該要怎樣下 等一下 我先看看路 下來了之後 即是有機會要這樣繞過去 在樹底這邊 走這裏過去 找到了 前面就已經是 真是引渡廟的地方 其實佔地不是很大 它只是一個叫做大的 主要的廟 旁邊會有一個小小的 供奉其他神明的地方 譬如你這裏 就是以前 居家兵 擺放其他不同神明的雕像的地方 旁邊 大一點的 就真是主要他們 那個 廟的地方 就這樣說了 這裏也有個牌 介紹 它這個 廟的簡介 如果拍照的話 有第二個位置可以拍 可以的 走上後面這裏 連拍照 連上來的 大約用兩個半小時 或者兩個小時 已經很足夠 我看見有些人 我看見有些人在這個位置出來 如果剛才我過來 其實是不用太辛苦的 我只是直走過來而已 但是 這條路 都是一樣 很窄 胖一點也不行 對 剛才我來的時間 我是 從這邊上 其實 只要 沿著這條路 直到這裏 就已經是 印度廟 這次這條影片到這裏為止 我要很小心慢慢下巴落塞 我們下次再繼續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